阿根廷感染新冠教授上课时咳嗽致死,学生目睹全过程。 9月2日,已出现新冠症状多日的阿根廷企业大学教授保拉西蒙娜在远程授课时剧烈咳嗽, 昏迷倒地,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当时正在听他上课的40多名学生目睹了这不幸的一幕。 《华盛顿邮报》9月5日援引西蒙娜一位学生的话称, 当天教授正在讲授关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内容。 学生们恳请教授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叫救护车, 但西蒙娜已很难发声。 期间,她似乎一度联系过自己的丈夫,学生们一直在屏幕前等待着这位丈夫赶回来。 然而等这位丈夫回到家中时,西蒙娜已经离世。 9月4日,阿根廷企业大学发布了一份声明, 对西蒙娜的去世表示深切悲痛,称她是一位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教士。 当自己得知西蒙娜在带病上课时,她并不感到惊讶。 拉丁美洲是新冠肺炎的重灾区,西蒙娜所在的阿根廷也是如此。